這個九段錶 當然這個九段錶其實相對起來會比較複雜一點點 可是有的時候你在寫相對複雜的程式的時候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它拆解之後分次 也就是說你可以分兩段分三段分四段都沒關係 所以這裡的話其實你可以先寫第一個再寫第二個 首先以我的角度像這個程式我的習慣是這樣 如果我可以先輸出第一列 先分析第一列 然後寫完第一列之後再把第二列以後再加進來的話 其實就會比較簡單一點點 首先我們先不要看下面的 我們先看上面 如果我今天要寫什麼 1乘1等於1 一個TAB TAB的話是反斜線T 這個是拖一字元裡面的這個字元 所以你會發現它有什麼規則性 1乘1 這邊1 這邊2 這邊3 一直到9 那後面的部分呢 也是跟前面兩個相成的結果 OK 所以基本上我們有一個大概的頭緒之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寫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 一樣我先開一個那個空白的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可以先寫剛剛講到的部分 就是這個什麼 4i 1到9 所以我可以把這邊呢 輸入一個叫4 剛剛寫過 4i in range 因為我需要一個清單 那個清單的話呢 就是1到9 所以1到9怎麼寫 1 1 特別重要 不是1到9 1到9 1到9 10 因為10停下來 OK 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 因為常常同學要搞棍 冒號 那再來的話呢 我要把這個i放進來 做輸出 所以這邊的話 我printer printer什麼呢 欸 那你可以想到 如果假設我要輸出是這一串 那它的前面一定是1乘i 這個1乘i 等於1乘i 所以我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字串放在這裡 1乘 我們用x來代替 1乘上 後面加一個i 那 加一個的話是串接 加有沒有 i 那再 串一個什麼呢 欸這個比較麻煩 串一個什麼 串一個等於 1乘上 把這個 這個串進去 然後呢 等於 然後加上什麼呢 1乘的話是這個 星號 i 那特別注意喔 這個它是一個文字 它可以數字 跟文字怎麼串 記得喔 一定要加什麼 str OK好 那這邊也是一樣 str 轉型一下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 另外還有一個這個啦 這個加一個tab 所以後面再加一個 串接一個tab tab的話是 反斜線t ok 所以喔 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地方 把它做出來的結果 ok 我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各位可以看到 1乘1 後面加一個tab 等於1 1乘2 等於2 欸好像有一點接近了 但是呢 它現在喔 變成重的 可是要橫的嘛 欸 那為什麼會變重的 還記得嗎 剛剛好像有一個地方 我們用到 因為printer 本身會多一個什麼 換行 所以我勢必要把這個換行拿掉 還記得那個拿掉的方法吧 有沒有 就是在這個後面加什麼 痘點 把尾巴的那個換行拿掉 叫做end 等於清除 清除掉 尾巴的那個換行 ok 記得喔 這個好像剛剛我們bmi裡面有用到 也就是printer 本身呢 你多加這個 輸出 意思就是把尾巴的那個換行拿掉 那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這個時候有沒有看到 1乘1 有沒有 等於1 然後後面加一個 tab 符號 然後換下一個 那因為呢 我後面呢已經把那個 enter 拿掉 所以呢 它就被 接在後面 就不會換行 ok 然後再到9 ok 這樣的話 欸 橫向的部分呢 我就已經做出來了 ok 可是呢 再來的話 我需要怎麼 把它 再 換到下一個之後的話 然後呢 必須改 改哪裡 欸 前面的地方 本來1的地方 就變成說 我需要多一個變數 不如這樣好了 我建議 乾脆把這個裡面這個 這個後面這個 追好了 我習慣用追 把剛剛那個 i把它改成追好了 ok 然後呢 再來 我們接下來 就需要什麼 再 把 縱向 一列 改成 縱向九列 ok 那怎麼改 我先把它改成追 這個追改完之後 其他應該沒動 就是也是一樣 那也就是在這個地方 我需要在外面再包一個 這個 for i 的部分 那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試看 先做出這樣子 待會我們再來看 怎麼樣再把其他給做出來 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 可以試試看 可以試試看 這個的話呢 你們也可以參考 那個 雲端白板的第幾頁呢 這個 雲端白板的第三頁 這邊也有我剛剛寫的程式 那基本上 那個 一列我是用追好了 因為 我習慣 裡面的話用追 外面的話用 i 不過這個 不是絕對的 也就是說 如果你假設 i跟追的兩個變數 你顛倒 其實結果 是對的就ok了 不過 我估計